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同好菜吃法 同好菜洗干净 泪干水待用 蘑菇七八朵 一朵蘑菇切成四片 皮蛋一个 剥了壳切成小块 一小块肉把肉切成肉片 再切成丝 在切好的肉丝里倒入一些生抽 一点生粉 捉匀待用 再准备一点姜丝和枸杞 锅中水烧开 倒进点油 再放进一勺盐要点底味 接着把同好菜放进来 把同好菜烫熟 再捞起控水 把控了水的同好菜夹起 撞到一个生盘子中 热锅下少许油 放进姜丝 稍微变香 接着把肉丝放进来 翻炒 肉丝炒至变色 把皮蛋放进来 翻炒 皮蛋炒至出小白泡泡 再把蘑菇放进来 翻炒均匀 接着倒入一碗清水 再放进适量盐 少许鸡精 把蘑菇煮至明显变小 完全熟透 再把枸杞放进来 把枸杞煮至断生即可 把煮好的蘑菇肉丝汤 盖在装好盘的同好菜上 今天特别美味的蘑菇同好菜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收藏 点赞 emblem mentorship 帮助 帮助 点赞 体 两 豹 适 路 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